耳鸣的认定呢 其实我们都不认为 它是疾病的前兆或者什么 它基本上是一种 听觉系统的警讯 而且耳鸣通常有 严重疾病情绪其实不多 就是耳鸣还是要看要做检查 但是不要害怕 就是有一些状况 而且那些东西都是 目前医疗上都可以检查出来的 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医的双重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 我是主持人梁医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 在我身旁是客座主持人 医学全会陈宝仁医师 嗨大家我是宝仁医师 宝仁哥啊 就是自从去年解封嘛 对不对 那其实国人风出国啊 像我自己也出国几次啦 但其实我每次搭飞机啊 搭到一半我就觉得耳朵很塞 你是不是戴耳塞 没有吗 就觉得耳朵很塞 所以我都会什么张大嘴巴 或是吞口水 就吞下去 但也是可能畅通一下 然后之后又继续塞 但我真的蛮不舒服的 你又没有这样的状况 我其实还好 这样讲是有点炫富了 因为最近坐飞机呢 我都是坐商务舱 所以是 不过我们是同班飞机啦 我真的是跟你乱讲 管理商务舱 机器上大的气压是一样的 但我就因为出国有时候都是比较大的飞机 你刚刚讲的情形 我大概十几年前搭一些中小型飞机 有时候我一到 可能连航那种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飞机设计很好 它仓压的改变 我觉得还蛮舒服 其实发生的机会比较少 我反而是去坐缆车的时候 比较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气压变太大的时候 那其实就像你讲 我们做个叫 我表现一下我专业 叫做 就是说 你要有个憋气 让你的中耳的耳烟管稍微打开一点 你就比较好一点这种感觉 对啊 其实耳朵真的是我们人体一个很重要的器官之一啦 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嘛 就是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不容忽视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耳朵的健康 那我们现场邀请到的专家是 台大医院耳鼻喉部的杨婷华医师 欢迎 婉欣好 保人学养好 还有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好 我是台大医院的杨婷华医师 欢迎杨医师来 我们刚刚上一集有聊过 其实他是我晚一年的学弟 虽然年纪一直比我晚一岁 但是看起来比我年轻十年 显然耳鼻喉科一定有保养的方式 不过在节目开始前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下载 这一集的健康问良医 并且在商周吧上面留下你的宝贵评论 来支持我们继续制作好的节目 记得如果你没有下载 你就会一直耳鸣耳鸣 所以要记得下载 这太可怕了吧 因为我们是Podcast的节目 所以听众都是用听的 就可能有人是直接用手机 或是用电脑直接播出来 但其实应该也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戴耳机 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 什么耳机也有好多种 就是以前有那种线的 然后线有那种无线的 蓝牙的一大堆 对啊 有外照式的耳内式的 对就很多种嘛 那我们现在到底戴耳机听音乐 或是听Podcast听久了 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耳朵 影响听力 先从我最近的这几年的临床经验来看 以前我还记得这个在我做学生 做住院医师 那个时候还是Walkman嘛 那个时候的耳机呢 都是有线 有线 所以第一个你要有线比较讨厌 第二个你要拿着Walkman Walkman可能要塞在口袋 对所以 那个大家用的没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类问题比较不明显 一般我们的声音从空气中传递 然后经由我们的耳朵耳道嘛 然后到耳膜振动耳膜 然后传经听小鼓 然后就传到耳瓜 耳瓜就是神经器官 那它的里面其实很纤细 它必须分很多的频率 把你进来声音的频率去拆解 然后再进去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很精密的结构 所以如果你进来的能量过大 不管是当次过大 或是累积的过大 其实它这个里面 在解析这个部分 很容易受伤 特别是高音频区 就是高音频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比较容易受伤 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使用的话 的确是伤害这个的机会 比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要多 那如果是安全音量 但是听很久会有事吗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什么叫做安全音量 有的耳机开始有标榜说 它的音量可能是多少 然后你可能自己去斟酌 因为有一个 就是美国的老公协会 他们有 就很久以前就有这个报告 就是说他们为了要让工人听力 不要受太严重的影响 他们有规定 就是说你如果85分贝的声音 每周就是多少时间以上 对你每天不能超过8小时 一周不能超过40小时这样 这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法 而且85分贝很容易达到 你到马路上就85分 这么容易 很容易非常容易 你听电话的声音 其实就差不多60 另外就是说 以前我们都不考虑个人差异 每个人耳膜的承受度不太一样 光看警察居然有打法 有的人就是很快有耳末 有的人就没有啊 所以个人差异 那个跟基因其实有关系 我们没有去考虑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人族群多的时候 这些有差异的人就会跑出来 所以所谓的安全音量听起来容易 甚至美国也有一些报告说 那你可能建议你用音量的什么 例如说60% 然后每天不要听多久 是这的确有保护 但是第一个 这其实很难做到 第二个也不是每个人就一定保险 而且声音也不是自己能控制 有时候外在噪音是哪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我跟你讲 尤其耳科医师 你看他对声音非常有研究 刚刚提到那些令我联想到音响的扩大机 以及扬声器 你有在玩音响 我没有 真的 太贵了 我玩不起 你太客气 因为我知道有些耳鼻欧科医师 他玩音响玩很凶 因为他就是在玩 我同学就是 那我再问一个 虽然没玩音响 那耳机分那么多 你知道我叫年轻人 我叫我儿子少听一点 我是都引经据点跟我说他带多久没关系 什么音乐没那么吵 还有哪一种 哪一种耳机比较好 我先问一下 那耳罩式 耳塞式 耳道式 还有防皱 这降噪那是功能的问题 这三种耳机 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就耳朵的健康来看 其实这个问题有欧美的教授 就是那我也是看国外的报道 他被问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你把它从专业上来看起来的话 对外界声音隔绝越好的 然后声音音源距离你 就是耳膜越远的 越远的比较好 比较好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距离每缩短二分之一 你的能量是增加四分 所以你那个能量 其实你距离它放远一点 那个能量 但是因为音量是可调的 所以你如果放的比较远 但是你放很大声 其实意思也是一样 所以这样看起来 似乎耳罩式的好像比较有优势 但是老实讲 这还是取决 因为耳罩是可能 第一隔绝外界声音的效果还不错 然后好像距离也比较远 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取决在外面的环境 所以他们的结论是 其实你不要看哪一种 你应该要看你用的环境 跟你用的音量 那刚刚讲的三种里面 有一种是耳塞的 就是塞在耳塞里面 它在放一个软的垫子 让它比较深入 那那个软垫 其实就有发挥隔音比较多的效果 所以它的隔音可能会好一点 那直接就放在耳朵上面 这个其实隔音效果可能最差 所以它对外界隔绝大 那你势必要加大 你本来的声音的音量 你才有办法超过它 所以如果在安静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它们都差不多 但是你说在吵的地方 吵的地方最好是不要用了 那如果吵的地方就是 最好是隔音越好 越好 那如果吵的地方 我就戴耳机 开启降噪模式 会不会更好 降噪到底能够有多少效果 我在飞机上我有试过 它其实降噪效果真的还蛮不错的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就假设我们听Podcast的 听Podcast的 然后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基本上听起来就算有一点变化 你也会接受 像华人学长声音 你还是听得出来 华人学长你也听得出来 我的声音比较差 可能就会变很多 但是你如果是听音乐 例如说你听古典音乐 因为降噪的原理 是它把一些声音的一些频率 把它cut 那你这个音乐 如果是里面内容很丰富的 你其实也会被卡掉 所以你的那个听的那种感受 会比较差一点 那有的人可能他觉得 我听音乐 我就是要听好听 我就是要听几声音 我就要听那个 那我们就回到健康这个议题 来听听看 那如果说声音的部分来讲 一个是分贝 一个是音频 我们概念是这样想 分贝有没有多少以上 大家就要小心 因为有时候 你知道现在我妇产科 你知道 什么怪妈妈都 不能说怪妈妈 就担心的妈妈都有 他就说 我父亲公地在动 会不会影响我肚子里胎儿的听力 他不是怕影响自己听力 怕影响胎儿的听力 因为他说我还撤了一下 他三不五十会超过85分贝 那等等 因为现在网络都查得到资料 所以以分贝来讲 以耳鼻歐科医师 有没有建议 比如说你常态性环境 应超过多少 可能要小心一点点 我们先讲那个分贝数 美国劳工的协会 他就有一个建议 85分贝一周 就是每天不要超过八个小时 那因为 因为我们的音量 大概五分贝 他有说三分贝 三到五分贝 他的那个能量就是 大概是两倍 多五分贝就多两倍 所以他的时间就要减少 一半 例如说你变成90分贝 那你就可能就要再减少 你可能就要四小时 但是这一样 这个东西是一种 一个概略性的 那刚刚先讲 刚刚那个孕妇的问题 他有肚子的那么一大层 又有羊水保护 那绝对是没问题 但是妈妈 耳鼻歐科再帮我们倍数一次 但是妈妈这么焦虑会有问题 焦虑的 可能会有一些激素 会到小孩那边不太好 就是胎叫 所以妈妈要保持愉快 对于这种噪音呢 戴起耳照就微笑以对 那如果你老婆说 我要保持愉快 我需要去购物 才维持心情愉快 只要不要抢后忧郁症 我觉得都 那我接下来就想问问 杨医师啊 现在生活忙度的人 很多嘛 压力很大 就像我们做办公室 大家就觉得 自己压力好大 每天下班都很痛苦 反正这时候就会 可能耳朵会出现一个症状 就是耳鸣嘛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也有过 我耳朵的状况也是蛮多的 对有时候 我就觉得他好烦哦 就是他一直 他一直在那边嗡嗡嗡嗡嗡 但其实有时候 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那是不是 其实这也是 也不能太轻忽的问题 耳鸣 我们简单讲 耳鸣怎么分类 有分类吗 高频耳鸣 低频耳鸣 或是什么单侧 双侧这样 耳鸣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跟你说 明天要买哪一支牌 或者是谁的 那个叫做幻屏 只要不是这种的声音 都称为耳鸣 好 那耳鸣就是 他有分类 有经验的医师 常常 听你讲的耳鸣的那个样 他大概就可以猜到 是哪一支 他八九不离十 对 那当然检查是很重要的 有几种耳鸣 那个肌肉 跳那个肌肉 他会觉得耳鸣 他会 因为很近 他就会听到 他就听到 谁就会听到 叹叹叹叹的声音 这种叹叹叹也叫耳鸣 我一直以为耳鸣是 叹叹叹 这种才算 正耳的声音 只要 就是不是叫你去买六盒彩 那种都是耳鸣 我们都算了 只要不是有意义的语言型 都算了 你们定义里面 异常声音 就算了 对对对 不然 那像叹叹叹 也不知道谁看了 所以就我们先看来分类 那那种的 就通常没有什么大的病 他有时候可能 这阵子比较紧张 磨牙什么的 那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像 就是有一些是血管类 因为我们耳朵的正下巴 咻咻咻 对有两条大血管 所以他在附近 或者就是除了这个血流的 他本身比较近之外 你的这个耳朵里面 如果有 靠近耳朵的话 有些骨头比较薄 或者是你有一些 动静脉 我们讲动静脉楼管 在脑膜上 然后另外有一些 靠近血管的血管瘤 血管瘤 对 那个就通知血管瘤 它有特别的名字 这些都可能会引起 那他们这些 跟刚刚我讲那个肌肉震战 就是我们在检查方向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先分清楚 接下来才是 所谓的高音耳鸣跟低音 低音耳鸣 对 那高音耳鸣跟低音耳鸣 就重要第一个就是 它是持续性的 刚刚我们讲那个血流 你就会 其实那个你摸脉搏 你一下它就一下 你就知道了 这个也很好分 那至于那种持续性的话 就这种的 这个东西呢 通常比较多的 还是跟听觉系统 听觉 比较有关系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把外界的声音 全部关掉 就是你有想办法 把吸音全部吸掉 对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听到耳鸣 内部的声音 你就会听到 所以我们听到的耳鸣 其实是 白噪音吗 就是内外已经 相减过的声音 就是相减完了 你还会听到那个声音 就代表那个声音 就是有点比较大 刚学长讲的那个白噪音 白噪音就是 它的优点就是 它把所有的声音 都包在里面 会包括你噪音的频率 所以它拿来遮盖 你的噪音是很好的 噪音 其实最 最大的困扰 老实讲 它最大的困扰 发生在安静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你没有外界的声音 来抵消 所以它就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 你给一个合适的声音 去抵消 它是一个正式的治疗方法 就是一种遮掩式的治疗 哇 这听起来耳鸣 真的是大哉文 这个我本来是要问说 那有哪些治疗方式 我发现这样一讲 你要讲30秒 不会 真的还假的 不会 就打晕 然后就不过耳鸣了吗 因为治疗的效果 目前都很差 那我直接问一个 常用又帮病人问的 你刚刚讲的 当然有血管的问题 有肿瘤的问题 甚至于有震战的问题 我们排除掉这几个 因为个别 找到原因 就我预料概念来讲 反正好治疗 就莫名的 咳咳咳 那一类的 你们常常会用什么药 第一个 我们对耳鸣的认定呢 其实我们都不认为 它是疾病的前兆 或者什么 它基本上是一种 听觉系统的警讯 就是告诉你 所谓警讯不是说 你完蛋了 我是告诉你说 你这听觉系统 已经开始有一点 不管是退化 或是所不准 对已经开始 如果你目前 有一些对它不好的 例如说 你都熬夜啊 然后压力很大 然后都在听演唱会啊 然后带耳机打game啊 这一类的 请你要停止 就是不要再做了 因为它已经不太好了 耳鸣通常是一个结果 这就不是一个 什么东西的sign 所以对待它呢 第一个就是 你要知道说它其实无害 耳鸣不会死人的概念吗 不会 而且耳鸣通常有严重疾病情绪 其实不多 就是耳鸣还是要 我们还是要看要做检查 但是不要害怕 因为它真的是代表 严重疾病情绪 其实很少 就是有一些状况 而且那些东西都是 目前医疗上都可以检查出来的 我有个想问的 刚刚医师有讲到说 就是耳鸣分好多种嘛 那是不是还有分什么单侧跟双侧 一般来讲双侧耳鸣 我们比较不担心 因为其实耳朵虽然说 好像它就是两个耳朵嘛 那是不是好像会有关联 它其实跟眼睛一样 其实眼睛 你左边眼睛怎么样 右边其实 一步进会 对称性反而没事 对反而 特别眼睛还有互相对焦的做 就是它对焦 所以它鼻子有关联 耳朵基本上没有 耳朵所谓的立体音 也不是他们两个 它各收各的到脑里面去组合 所以耳朵 你如果两边出现同样的症状 代表通常是系统性的原因 老化 噪音 压力 睡不好 什么自律神经等等 这类问题相对比较 对生命的威胁也少 但是单侧的话呢 还是以这些原因为主 只是它可能 有可能有单侧的原因 所以单侧的话 我们会比较要查 就是看到报纸上写说 什么鼻炎癌会 单侧 对这类的 那鼻炎癌会单侧的名 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 其实是鼻炎癌造成 耳烟管功能不良 就耳朵会积水 所以你耳朵积水以后 会听不清楚 所以你会觉得 好像有耳鸣的声音 其实那是一种封闭的 就是所谓的低音耳鸣 就是这样 就有点有那种 被遮住 那另外就是听神经瘤 听神经瘤在耳鸣里面 单侧耳鸣里面 听神经瘤也容易造成耳鸣 所以你们一个病人 来如果单侧的耳鸣 你会把听神经瘤 想在里面 会但是它很少 只是因为 它是里面相对 要被处理的 你如果像是什么 听力推化 就是我想处理 我也没什么好方法处理 所以但是那个我能处理 所以我必须要找出来 主要的大凶手 要先抓到就对了 因为耳鸣 真的是一个 很麻烦的症状 很恼人 那其实网路上 有蛮多那种 缓解耳鸣的方法 我最近听过一个 就是耳竹 耳竹这个东西 它说什么 透过SPA按摩 然后什么耳竹 能缓解生活压力 然后还可以什么 改善鼻塞鼻炎 还有耳鸣的问题 它真的有这么厉害 这个网路 现在YouTube很红 偶尔也会看到 但我知道有些是噱头 但是我不知道 你们那个专业人士 干嘛如何 我觉得因为压力 会让你对耳鸣的感受 会变得比较差 压力不好就觉得 这很烦 你如果心情好 可能耳鸣 没有耳鸣 所以芳疗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有用的 就是疏解压力 那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做过 我都一直看 跟雪昂一样 因为现在芳疗老师 你没有一个蜡烛 感觉没有那个feel 只是那个 他的蜡烛放在耳朵上 很强这样 然后它虽然有一个纸在那边 但是蜡烛会有蜡油 我就觉得 那个蜡油要是滴下来 怎么办 对对对 他们的肠子 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现在是科技在进步 也就是说内饰镜 放大镜 大家都有 你看他们就家用内饰镜 就直接让你看到那些东西 除了这个耳朵 那我们平时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在家 譬如说就可以舒缓 或者改善耳鸣这个症状 就除了我刚刚讲的白噪音以外 第一个家里的环境 家里的环境 尽量 如果你有耳鸣的话 尽量不要让它很安静 也不一定要白噪音 就是你尽量不要让它很安静 你要让它有一点背景音 那有的人说我不行 我睡觉我要很安静 有这样的病人 后来请他去找 他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声音 是他可以接受 反而不见得是你熟悉的 因为我爱听张慧妹的音乐 我就放他的 那不行 因为其实你大脑 相对比较活跃 因为你听到你喜欢的东西 反而是无意识的 所以刚刚讲白噪音好的理由 是在这不一定是他 那这类东西的声音的下载 其实因为耳鸣是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有那种全球性的网站 那个你想过的问题 其实耳鸣之友都已经想过 所以他可以的resource 他也都有 所以你只要随便打个耳鸣 然后音乐或什么遮蔽治疗 那个网站就一大堆 然后你要的声音 其实download 应该都download得到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安静的确是 会让耳鸣 就是那个感觉比较大 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日常生活 喝酒了以后 比如说酒 酒可能是要一个减少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耳鸣 从我们大脑翻译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脑是有对它 做一点抑制的 但是你喝酒 其实会脐开 大脑自动降噪就对了 没错 学校你讲的真好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喝酒下去 降噪就会解除 会变大声 所以我们在一个 吵闹环境当中 有时候自然的 你会觉得声量下降 就是大脑降噪的概念 对对对对 但是喝了酒 大脑就不管用了 就觉得更吵 其实学校我们都知道 喝酒之后 一个人的本性就会看到 因为他其实就是 他解除很多限制 对那另外就是睡眠 像我们有时开一些药物 给病人使用 我们也知道 其实他跟安慰剂的效果 这是有统计 跟安慰剂的效果 其实差不多 你就随便给他一个药 跟你很认真给他药 他吃起来其实差不多 但是因为那个药里面 正好有一些解焦虑的 他就睡得很好 他就跟我说 这药很有效 那我说耳鸣很有效吗 他说不是 但第一个我不太care他 第二个我睡得很好 睡着了 所以睡觉很重要 其实不止皮肤 或者是肠胃状况 其实连耳鸣都可以提醒我们说 我们可能压力过大 或是睡不好了 可能要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了 那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一些 影响生活的耳鸣的话 我们还是要就医检查 会比较好 找出身体自己的状况 谢谢今天杨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婉欣 谢谢保任学长 谢谢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 请下载本集健康问良医 并订阅良医健康网的YouTube 所以大家好的节目 需要大家的支持 请在商周吧上面留下 你的宝贵评论来支持我们 健康问良医 每周五晚上都会准时的播出 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常识 记得下载这一集 你就会得到耳朵健康的常识 耳冲又慕名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 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YouTube 和Podcast商周吧 期待您我在共同相会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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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